大家好,我是金凌 大概一年之前我就做了一个20 facts about me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都是刚刚才看我的视频 所以我之前等机的时候 就在Instagram收集了大家的问题 一共是有198个回应 不过应该有两个是我自己的回复 我在里面就抽了一些问题来回答大家 其实有一条问题令到我印象很深刻 这条问题我打算会认真 另外再拍一条片去回应 这次就选一些比较快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去回答 你一开始去韩国有没有试过搭错车? 当然有啦 经常都会搭了相反方向 或者是搭过了站 是否会长驻韩国? 现在暂时的计划都是 但是我这个人是很浮动的 经常都有很多突然间的决定 所以我都不可以回答你是不是长驻 但是这一刻我想会是长驻韩国 在韩国怎样才可以折省交通费? 在韩国那时候 感觉天天都要入钱T-money 其实我来韩国第一个感觉 都是觉得交通费有点贵的 但是其实韩国你付了一次的交通费 你是不断转成 都是不用加钱的 除非你去到很远 可能都是加一二百万的 意思是你要善用转成的机会 地铁转巴士 然后巴士再转地铁 都有转成的优惠 所以大家善用这些转成的优惠 就可以省下交通费了 在韩国的生活费平均一个月是多少? 在韩国的生活费 很久很久以前 我刚刚交易的时候 我计算过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在 大概三千元港币 但是那些真的非常非常省 可能一天有三餐 只有一餐出去吃 早上也是自己煮 又不会买东西 但是现在来到韩国要租屋 所以就不可以维持在三千元 以一般人来计 我想港币九千元是足够的 接着在韩国会不会比香港方便? 香港有香港的方便 韩国有韩国的方便 韩国就是网购很方便 交通的话我觉得首意来说 跟香港其实是差不多的 整体的感觉 韩国比香港方便一点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香港的环境比较涌距 一想起夏天的香港 出去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韩国的天气 如果是比较凉爽一点 好像现在这个时节 是很适合踩单车的嘛 有时候去很多地方 你都不一定要坐车 你可以踩单车去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整体的感觉的话 就会比香港方便一点 多高多重 我是160cm 重就是45kg 韩国的花费是之前的积蓄 还是当youtuber所赚的钱呢? 其实我之前没什么积蓄 我之前是没什么积蓄 如果要你帮你的fans改名 你会改什么名和为什么? 哇这条问题很难啊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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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新村附近夜晚11点之后 会不会安全? 因为新村是我很熟悉的地方 所以那个环境整体给我是 几多点回去都很安全的 其实新村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区域 那里有很多喝酒的地方 其实很小的地方会很直静很阴心的 但是另一个不安全就是 因为人多 所以可能就很容易不见东西 或者是有些人聚走闹事 那也有的 但是我就没经历过这些 所以就看看你安全的定义是什么了 第十 拍youtube的动机是什么? 其实在拍片之前我是写文字的 其实我以前还是做电台 所以就会喜欢讲话 这几个方式混合在一起 其实跟拍片都像 拍片都要写稿 又要讲话 所以其实youtube片就是我其中一种创作之一 有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但是这个问题我真的答不到你 结婚这件事不是你想着我26岁就要结婚 就结到婚的嘛 没想过什么时候结婚 但是结婚一定会跟大家讲的 放心 学韩文最快字的方法 这个之前也有讲过的 就是多点跟韩国人沟通 讲多点用多点就会进步得快很多的了 十三 怎样记韩文的生字 那本身我是很喜欢看韩剧的人 或者韩国综艺 听得多你学的时候都会容易些记的 我几岁 我是94年的 今年香港年龄是24岁 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在韩国打工? 有 我觉得他遇到一个挺好的老闆 那他老闆也不会排外的 因为可能他那间公司 都算是一种start up的公司 所以就人少少 就比较少是非 还有比较少的阶级制 那个待遇也没说特别差的 但是最近听说他遇到一个新来的同事 就因为可能有一点都是觉得自己是韩国人 都会一定有一点是觉得你是外国人 什么都不知道 我发觉大家问的问题好像都差不多 为什么那时候会和TVB有合作 那其实是他们先发短信找我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聊 所以就有了第一次的潮流手艺 用什么apps可以听到韩文歌? 我本身就是在用这个Apple Music 但是也会有一些韩文歌是听不到 大家可以试试Spotify KKBOX那些都应该有很多 Belan我记得印象中是香港用不到的 有没有计划过去working holiday? 其实我现在来韩国就是在拿working holiday的visa 如果想知道韩国的working holiday的visa是怎么拿到 还有我为什么要拿到呢 可以看这里 请问你是用什么app来拍照的? 我之前也有介绍过韩国的影响apps 可以看回这里 我现在依旧也是在用Foodie 还有Annalogue Paris的apps 长期在韩国生活有什么令你最想回香港? 一定是因为食物的 其实我这次回香港的感觉 我都在想一定要吃点心 一定要吃米线才回去韩国 哎呀死了 这样好像很不孝似的 因为要回去见一见家人 还有因为要喝新珠奶茶 你那么喜欢狗 那么想着养回 当然当然当然有啦 如果我将来有自己的家 第一件事一定是养狗 或者是 总之养养宠物 其实我不是只喜欢狗的 所有暴雨类动物 就是想起老鼠这件事 之前也有养过仓鼠 总之暴雨类动物我都喜欢啦 哎呀想起蝙蝠 什么时候搞过粉丝会啊?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粉丝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应该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搞一个粉丝 meeting 为什么你的头发长得这么快 前年的五月 剪到男仔头那么短 现在隔了两年才长到这里 其实都不是长得很快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性格 以前是会形容我自己性格是很矛盾的 我是很走两极的人 例如啦 要么就很静 要么就很吵 要么就很开心 要么就很不开心 我常常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 究竟回答得长点好还是回答得短点好 是不是很长气呢?我自己 在韩国有没有体验过打工 没有帮韩国人打过工的 但是有跟韩国人合作过 例如是电视台制片工作的时候 就需要跟一些韩国人沟通和合作 这方面就跟很多韩国人打交道 在韩国这么久总共遇过多少个明星 李宗舍 张赫 云斯云 非首脑会谈那个 还有坐在我旁边的韩国演员 还有verygood 算他一个单位的话就遇过六次明星 有没有喜欢什么韩国的偶像团体? 偶像没有特别喜欢谁的 我比较喜欢Bang Hyoku Sianti那些 我喜欢听这类型的音乐 在韩国的Visa结束之后 会不会去其他地方working holiday? 第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working visa不是只可以用一次的吗? 是不是好像不可以去其他地方的? 如果可以去其他地方的话 其实我有想过的 我都会想去其他地方生活的 想去哪个地方旅行啊? 韩国这么大 其实所有地方我都没玩完 所以其实本身我觉得 首先熟悉的地方的时候 我都想去韩国这么多的地方先 你自己一个人住会不会很害怕昆虫之类的东西 极到害怕啊 但幸好在韩国 四季我都见过了 真的没见过一些很害怕很恐怖的昆虫 所以我暂时觉得住在韩国最安全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那些很糟糕的昆虫 我回到香港最怕就是见到蟑螂 而我今次回去也有见到的 吓死我了 真的 最后一条 有没有一些鼓励说话 或者是座右铭 给奋斗目标 或者正寻目标的观众 发飞机的时候写了一段说话 就是这样 如果无知才是通向幸福的解药 那我宁愿病入高坊 因为无知这样活着 只是在这里自欺欺人 审慎乐观是 虽然知道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人可以控制 但是不会完全因为不可以控制而不去尝试 因为试过不行 总好过没试过就觉得不行 我以前更加是一个执着于一定要去试的人 当然大过的时候 有一句话就是 不是所有东西你要试过才知道不行 很极端地说一些对身体无益的东西 你不一定要试过你才知道它是无益的嘛 所以这句话只可以apply在你为自己目标去努力的人 希望大家不要再犹豫究竟会不会试一些 你觉得可能会失败的东西 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